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达乌德纳杰菲24号向媒体表示 受到天气等原因的限制 如果备受争议的阿富汗总统大选需要重新投票的话 只剩下两周的时间 因此他敦促有关方面尽快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 纳杰菲说由于从10月底开始阿富汗即将进入冬季 阿富汗山区面积广阔 隆东经常会有大雪封山的可能 这将给投票活动带来许多的不便 8月20号阿富汗举行了总统和议会大选 但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至今没有公布最后的计票结果 选举委员会称这次投票很可能存在舞弊现象 欧盟观察员也表示有三分之一的选票存在问题 伊拉克警方24号证实16名基地组织成员 23号深夜从萨拉赫丁省首府提克里特市中心的一所监狱逃跑 其中包括5名死刑囚犯 警方称24号的早上已经抓回了一名越狱的死刑犯 但其他15名越狱囚犯依然在逃 提克里特市在巴格达以北约180公里 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老家 伊拉克安全当局已经在提克里特实施宵禁 封锁了主要的道路展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 萨拉克丁省反恐部门的负责人也因越狱事件遭解职 注意美军说虽然在伊拉克的基地组织遭受重创 但仍对安全局势构成主要威胁 希腊警方24号逮捕了四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怀疑这三名男子一名女性涉嫌制造了一起此前一天发生的爆炸事件 警方发言人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逮捕四名嫌疑人的两处公寓内搜查到的证据显示 四名嫌疑人与一个涉嫌制造重大犯罪事件的组织有关 23号希腊最大反对党犯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一名成员的住所外发生爆炸事件 由于此前两家希腊媒体已经收到了一名警报电话 因此这起事件只造成了附近区域小面积的破坏 没有人员伤亡 墨西哥西海岸24号凌晨发生理事6.4级地震 目前上午有关人员杀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美国地质勘测局的地震检测结果显示 墨西哥当地时间24号凌晨的3点16分 北京时间16点16分 墨西哥西海岸发生理事6.4级地震 镇中位于哈利斯科州巴亚尔港塔 巴亚尔塔港西南方向的275公里处 镇源深度为4公里 24号两名携带武器的窃贼闯入布鲁塞尔的一个小型博物馆 偷走了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玛格丽特的一幅油画作品 这幅名为奥林匹娜的画作创作于1948年 画的是玛格丽特妻子的裸体 原先挂在玛格丽特原来的居所内 价值大约为75万欧元 警方说进入这家博物馆只能停预约 其中一名窃贼先假扮参观者进入